繼續有未能領取消費券的市民 去到辦事處查詢和重申交表登記 政府說有60萬份的申請不合資格 拿不到消費券的 很多都是透過書面登記 有人填漏和填錯資料 徐敏希報導 消費券太子子葬中心辦事處 幾十人拿醜之後排隊等見職員 問清楚為何拿不到消費券 不用查詢的就直接交表和身份證副本入箱 今個月15日之前補交資料 最費下個月1號補令第一期消費券 麻煩 為何麻煩 我的團賞不一樣 日期不同 寄信就不行 我的太太想不到警訊 我都會給太太來交 當然麻煩 現在真的整個都麻煩 她前一天來等了5小時 都解決不了要再禮 她說銀行沒有交到個表來 我們有個老婆 她說如果沒有 就沒有送到表來 然後銀行回室了 職員大約10分鐘才押一次醜 為了加拜交表程序 忘記帶身份證副本的 職員會即場幫申請人影印 由於查詢和交表的人太多 自民要在商場地下拿醜 行呀 行呀 人家押幾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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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騙你押半夜 我家人不收票 人龍幾百人延伸到商場外 政府說有60萬份登記不合資格拿消費券 有些市民交表之後沒有留意是不是登記成功 到拿不到消費券才發現有問題 政府說確認登記消費券會短訊通知 如果要再打給這幾百萬個登記的人 很難做到 需時很長 希望市民有問題就打15000查詢 有線電視記者 詢問